香港人煙囚物 城市活动 难免制造噪音 为市民带来滋扰 道路交通噪音 往往是个大难题 为此 房屋署 联同环境保护署 和屋宇署 共同策划出 应用在供应房屋的 减音窗 和减音露台计划 位于游泥村的顺利楼 部分住户的座向 面对交通繁忙的 东区海底隧道入口 附近也有石矿场 和建筑地盘 房屋署在单位 安装了减音窗 以减低噪音对住户的滋扰 我试过夜晚 打开那个隔音窗 都听到汽车声哔哩响 关了一个窗 只剩很多 一较到天干 日头打开窗 通风环保 很涼爽的 开少了烂门的东西 住户署先生 很欣赏减音窗的设计 既可以隔音 也容易打理 同样住在顺利楼的冯先生 就认为设计 照顾到住户的需要 多了一层玻璃 这样隔着 我把这个减音窗推过来 两道窗都可以开 推进去 减音窗的设计看来简单 但其实面世的过程 一点都不容易 由房屋署 环境保护署 和屋宇署三方合作 运用创新技术 采用以人为本 和可持续发展的设计理念 成功落实应用 房屋署会善用土地资源 在每一个项目 都会地尽其用 充分发挥土地的潜质 以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去为居民提供一个 有质素的居住环境 而缓减交通噪音的影响 就是我们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 一直以来 香港的楼宇设计 往往受到交通噪音影响 而作相应调整 2009年 房屋署 环境保护署 和屋宇署 攜手研发各种减音的措施 我们利用了这个 就是这个简单一点 就是一个类子双层玻璃 中间我们是一个通道的形式 是利用了吸音 和一些折射反射原理 是达到一个简单的下额 我们利用了这个概念 就在我们的设计室 做出一些模拟 得过的成果相当不错 我们邀请了房屋署的同事 一起看看 他们发觉原来 可以有应用的用途 传统上 隔音和通风 其实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做到隔音 但是通风方面 就未必那么理想 相反如果有好的通风 隔音也未必做得到 我们希望可以研究到一个标准的感窗设计 又可以达到法例上 通风方面要求的效能 亦都可以做到隔音 同时亦都可以用在不同的地方 确定从窗户入手去缓减交通噪音的问题之后 三个部门重设计 采用的物料 法例要求 用家需要等不同方面入手 不断进行各种测试 收集数据 修正并改良设计 减音窗方案逐渐成形 我们中间都会做一些实地的模型 就是新浦江做了一个真正一比一单位大小的模型 去做一个测试 去证实我们这个减音窗设计 是真的可以减到交通噪音的同时 也都可以保持到室内的空间 空气流通 采光和其他我们考虑的因素 经过跨部门团队不断的努力 减音窗终于面世 在2017年入伙的景泰院 由于位处于交通繁忙的地段 就成为第一栋全面安装这种窗的供应房屋 减音窗也在2018年正式引入 在供应房屋的构件式单位设计之中 不同的屋苑不同的座位 我们都要有不同的考虑 在这里来说我们有一个叫做吸音面 这个是增加了减音效果 整体来说我们经过测试 和实地现场做过的体过来说 最高的减音分配可以去到8个分配 通常我们说如果少一半流量的车 就减少3个分配 所以可以看到效果相当理想 由房屋住、环境保护住和屋宇住 合作研发的减音窗的设计和概念 亦都应用在露台建筑上 成为减音露台 三个部门在减音窗和减音露台上的合作 是跨部门创意和协作的示范 房屋住未来将继续利用减音窗和减音露台设计 达至善用土地和增加可见单位数量 和字幕志愿者 杨栋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